关心到是两岸福贸协议到底签署之后呢 对台湾产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政府始终不肯说清楚讲明白 而出版产业呢 今天是自己公布了一份 这个针对福贸协议对台湾出版 还有阅读生态影响的调查综合报告 你们内容再度重申 两岸福贸协议不对等的谈判 将会对台湾出版印刷产业产生冲击 而国策顾问好名义呢 还直接爆料说 政府硬要签背后就是政治因素的考量 所以希望立法院能够逐条来好好的审查 协议内容 国策顾问好名义把白皮书递给了民进党立委 就怕两岸福贸协议签订后牺牲出版业 要求立委捍卫业者的权益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赞成开放 但是要对等的开放 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出去 没有给我们录 你没有把那个市场打开 你没把大陆打开 福贸谈判两岸只开放印刷业 但大陆的印刷业可是包含了印刷发行 零售出版一条龙 但台湾却是分开经营的 谈判明显不对等 政府硬要签 动机让人怀疑 跟这个经济部司长梁国欣还有陆委会的副主委张显耀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这个诚恳的非常这个热切的告诉我们 他们有努力把我们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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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的开放 为什么没谈呢 他就说因为他们发现了那是个政治议题 所以对方坚决不可以让步 所以谈不下去了 我们把印刷跟出版能够把它带出去 能够真的是能够让这个产业的发展有个空间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出版跟印刷是联系在一起的 基本上不应该是把它脱离掉的 业者一个个站出来 总共召开了一百多场公厅会 说出来都是心声 要求立法院逐条审查 但执政党反应冷淡 看来是打算 硬闯过关 记得张艺者陈欣盈 SNG台北报导